生活懒人包要带您欣赏美景 首先来看看在武林农场 枫叶转红 吸引了不少民众入园 一大早园区大塞车 有民众说等了一个多小时 才顺利进到园区 福寿山农场上百棵的枫树 现在也转红 吸引了游客抢拍 光是在这两天周末 就有1.2万人 到了武林农场 还有福寿山 空拍机飞过一大片树林 点点崩红旁 民众帐篷 露营车在底下 抬头就能赏风实在惬意 武林农场正值枫叶银杏 落雨松和油菜花的花旗 很多人都温风而来 赏风啊 然后赏银杏 然后这是我们好多年的心愿 然后今天刚好如愿以偿 为了这片风红 民众涌入武林农场 尤其周末 想进武林农场实在不容易 农场现在里面 有一点消化不了了 所以考虑要再进场的游客们 请各位再斟酌一下 陆园车队绵延 停车场位置也是一位难求 先前因为疫情 武林农场多次透过直播的方式 让民众献上赏风景 这次赏风可以看实景 民众络绎不绝 五颜六色 真的是五颜六色 美到 另外福寿山也都是人 一整排的相机 至少二三十台 在枫树林中 每个角度都好拍 这两天 周末就有1.2万人 涌入武林农场 跟福寺